我印象中加勒走廊最標誌性的一個聲音 你無論在加勒走廊的任何角落 無時無刻,24小時 隨時都會有以色列無人機的聲音 他們監控加勒走廊的任何一個角落 那當地人都說他都戲稱那個叫蒼蠅 它並不難愛賈賈人 他們非常敬虧 甚至在24小時轉移動 他們經常看著我們 我是洪尚凯醫師 我是一位急診科醫生 我在今年7月的時候 接受五國界醫生組織的派任 到巴勒斯坦的加薩走廊 進行一項人道醫療的任務 7月7日 那是星期日 我們在睡覺 然後我們在睡覺 因為這些特別的聲音 然後我們去外出 我們看到很多派人 飛到加薩 不過隨著他的聲音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越來越多 好幾百發的時候 你就很知道這一次狀況不對 我剛好住在我們宿舍的三樓 然後我打開門出去 宿舍對面剛好是我們 國界醫生的專案總管 我不會忘記他那個臉 他就看著窗外的火箭彈 就說他這個方向是朝著特拉威夫 他就說這就是戰爭 所以其實我在戰爭發生後 我就沒有辦法回到我平常工作的印尼醫院 所以到第二週第三週很長的時候是我們的巴勒斯坦當地的司機 他們要從我們住的地方移動到鎮上 當時還可以買到一些東西 但是你可能要跑很多地方 所以他們就趁著空襲還比較沒有那麼嚴峻的時候到鎮上幫我們去買水 買食物 有一個安全地的地方 在Gaza 在某個時段 我們需要在某個時段 我們要計劃到700-900烈カロリー 每天 很難買到屋地的市場 因為 因為 然後 是在各個地方 我估计 在两个月前前 我们被叫做的 那会有一个重症的重症 当我们来到 我们被接受了很多人的患者 至少20患者 这是一个发生的爆炸 在农场中 因此,那是由於腦腦腦腦腦 我們遭遇到某些困難 所以,患者失去臉,失去臉 有很多傷害, 這因此,一塊的硬碟進去腦腦 進去腦腦,進去腦腦 所以,作為結果, 我們有兩患者失去臉 今天在Gaza,如各位,都知道,是很灵散 它是越過了什麼我們稱為人生的危機 是一個災害的災害 在最後的情況下,三四個的醫療在Gaza 都沒有活動,幾乎在Gaza都沒有活動 系統的攻擊都破壞了健康系統 知道可以離境的當下是放鬆的 可是真的離境到埃及之後 那種放鬆的感覺就消失了 反而是很強烈的罪惡感 就會有點像倖存者的那種罪惡感 你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還有人,甚至你認識的人 甚至是對你非常好的人,他們還困在裡面 所以甚至到現在,都還是會有這種罪惡的感覺 在過去很多年,MSF在Gaza街上 其實,廣告員們都問為什麼你已經住在那裡 我曾經住在那裡,我曾經住在那裡 我曾經住在那裡,兩年了 我曾經住在那裡,我曾經住在那裡 所以他們問為什麼? 因為六個月或九個月 是太多了嗎? 然後我問他們,因為我會說 我永遠都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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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少我可以做給他們 既然會說 而在最后,人民的关系是一场比较负 要去完整的理解,那做出是非的判断 我觉得非常困难,我自己也做不到 因为这件事情刚提到太复杂了 你不要急着去做出结论 我们现在要想的应该是 怎么样尽快让人质被释放 怎么样让贾撒境内的人道状况变安全 怎么样全面停火 那你很快的站隊互相指責 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帮助 我们希望立即停火 而且是长时间的停火 那这也很有效的让我们 现在在加萨境内的医疗团队 可以持续的安全的做人道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我讲出来这件事情 虽然我离得很远 但是我刚刚提到我离开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罪恶感 那现在这个是我认为我唯一 而且必须要做的 它仍然是很困难的 实际上我的身体是在福利亚 但我的心和心仍在加萨境内 如果有机会去返回 我会去返回 我认为这两个月的经历 我曾经在加萨境内 我认为我可以充足 充足的优务 给了加萨境团队 为什么要返回来呢 我认为为何不 加萨境内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